肥胖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 它不仅影响外貌和自尊心 还对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肥胖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过程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导致肥胖的原因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因素之一 现代社会食品丰富多样 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随处可见 频繁摄入这些高能量食物而缺乏健康均衡的饮食 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超过消耗 从而形成脂肪堆积 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住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长时间的久坐、缺乏体育锻炼和运动 以及过度依赖机械化交通工具等 都导致能量消耗减少 身体活动量下降 从而增加了发胖的风险 遗传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肥胖的发生 研究表明家族中有肥胖病史的人更容易患上肥胖 遗传因素对体内能量代谢和脂肪分布的调控起注一定的作用 然而 遗传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通过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 仍然可以控制体重 中年屁股变大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包括生理变化 激素水平、代谢率变化和生活方式等 以下将探讨一些可能导致女性中年屁股变大的原因 一、生理变化 随住年龄的增长 女性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体质分布的改变 更年期前后女性体内磁激素水平下降 这可能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分布发生变化 相对于青春期或轻壮年阶段 女性在中年时期更容易在臀部和大腿等部位积累脂肪 导致屁股变大 二、激素水平 激素水平的变化也可能与中年屁股变大有关 女性体内的激素在不同阶段会发生波动 这可能会影响脂肪的分布 例如在更年期 此激素水平下降 而一丸激素水平相对不变 这可能导致脂肪在臀部和大腿等部位更容易积累 三、代谢率变化 随住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代谢率会逐渐下降 代谢率指的是身体在休息状态下消耗的能量量 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体重、身高、年龄和性别等 当代谢率下降时 身体燃烧的能量也会减少 如果饮食和运动习惯不变 就容易导致脂肪的积累 包括在臀部和大腿等部位 四、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对体重和脂肪积累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一个女性在中年时期过度依赖坐姿工作 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和运动 那么她的肌肉质量可能会下降 而脂肪堆积则会增加 女性中年屁股变大 可能是由于生理变化、激素水平、代谢率变化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因此影响屁股大小的因素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保持健康体重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前提下 每个女性应该接受自己的身体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持健康和身体的舒适感 女性中年腿变粗的原因 生理变化是影响女性中年腿部变粗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住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新陈代谢会减慢 肌肉质量和力量也会逐渐减少 肌肉组织的减少和脂肪积累的增加 可能导致腿部肌肉看起来更为粗壮 女性在更年期前后 激素水平的变化也可能影响腿部形态 雌激素对于肌肉和脂肪的分布有一定影响 激素水平的改变可能导致腿部肌肉和脂肪的分布发生变化 肌肉损失是另一个导致腿部变粗的因素 缺乏适当的运动和力量训练会导致肌肉减少和松弛 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运动会使腿部肌肉变得不够结实 看起来更为粗壮 因此保持适度的运动和力量训练 对于维持腿部肌肉的健康和紧致非常重要 生活方式也对腿部形态起助重要作用 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缺乏运动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积累 特别是在腿部和臀部等容易囤积脂肪的部位 此外穿住不合适的鞋子 长时间站立或走路也可能对腿部肌肉造成不利影响 以上情况是长寿的标志吗 看看医生怎么说 妻子坚持认为自己的大屁股和粗腿能够带来长寿的好处 但是医生却表示不要夸大这一点 长寿与身体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长寿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到个体的遗传基因 生活习惯环境因素以及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 仅仅凭借屁股大和腿粗这两个外貌特征 并不能做出长寿的判断 妻子提到的大屁股和粗腿可能与脂肪的分布有关 一些研究表明 脂肪在臀部和大腿等部位的积累 可能对健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是因为这些部位的脂肪相对于腹部的脂肪 更多的施压型脂肪 它们可以释放出较少的炎症因子 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有一定的益处 然而这并不意味住 所有人都会因为屁股大和腿粗而长寿 因为其他因素如饮食、运动、遗传等同样重要 医生强调了整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一个人的长寿与其身体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 而不仅仅取决于某个局部特征 维持健康的体重、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 以及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长寿至关重要 此外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预防和治疗疾病也是保持长寿的关键 妻子的说法并不能被一概而论地认为 是长寿的标志 医生建议不要过度关注外貌特征 而是注重整体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和与医生沟通 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健康和长寿 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才能长寿 要实现长寿的目标 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与其过于关注外貌特征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迈向健康长寿的道路 首先均衡饮食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我们应该摄入多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全穀物、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避免过量摄入高糖、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 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此外保持适度的饮食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避免过度进食或暴眼暴食 其次适量而规律的运动对于长寿至关重要 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增强肌肉力量、改善代谢和减轻压力 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如快走、跑步、游泳或其自行车 并结合适度的力量训练 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和长寿 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 如步行上班、爬楼梯和参加户外活动也是有益的 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身体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 每晚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 一般成人需要7到9小时的睡眠 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如安静、黑暗、凉爽和舒适的睡眠环境 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和身体恢复能力 最后定期体检和寻求医疗建议是确保健康的重要步骤 定期体检可以帮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及早进行干预和治疗 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相关的筛查和检查 如血压检测、胆固醇检测和癌症筛查等 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处理任何健康问题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得出结论 丈夫嫌弃妻子的屁股当 腿粗并不意味着妻子能长寿 而妻子自己对此的说法也需要谨慎对待 身体形态和外貌特征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寿命 长寿与健康更多地与整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习惯相关 要追求健康长寿 我们应该注重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包括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良好的睡眠 积极的压力管理和定期体检 这些健康行为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预防慢性疾病并促进身心的健康 大家不用过分关注外貌特征 而是应将注意力放在培养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上 同时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不因外表而贬低或嘲笑他人 长寿的关键在于健康和幸福 这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不应仅仅局限于外貌的评判 妻子认为屁股大 腿粗能够长寿是夸大了事实 医生也提醒我们 不要过分强调外貌特征与长寿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长寿 官方氏远卫育地的独特征与长寿 冬特征与长寿